也有议员呼吁政府下来要多关注中等收入阶层 因为这个加薪群体在这一次的预算案既没有获得显著的援助 又得面对生活成本可能增加所带来的后果 水费上涨 新增柴油税 尽管同样得面对生活成本的可能增长 但相对低收入阶层 中等收入群体却没有获得显著援助 他们包括那些住宅公寓 五房市组屋的一群 或是那些花掉积蓄才买到私宅的退休人士 这些人因为住房卫行获得较少的政府补助 东海岸集选区议员陈顺良也表示 希望新预算案能更关注中等入息和中年人士 协助他们提升技能 以应对数码经济的崛起和经济低迷带来的挑战 也有议员建议政府推出短期措施来协助那些在这个转型过程中被裁退的一群 例如允许他们推迟缴缴缴负所得税 或是弹性暂用公寄金来缴缴防贷减轻负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